哇~~ 哇~~ 欸好長喔 大家好我是Apple老師 今天呢準備個厲害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我平常吃那一般的海鮮覺得 太普通 太無趣了 所以我今天特別請老闆準備一個 烘魚 你以為只有在一般魚缸裡面看得到烘魚嗎 今天我們想吃 蒸魚 就是要蒸烘魚 那我現在端出了這個 將近快要10斤的烘魚囉 哇~~ 超大 我會量一下它多長 它的尾巴大概已經到高雄 大家都知道烘魚的尾巴是有毒的 真的假的 如果我們信咧 你可以來吃看 裡面的毒還沒有排掉 拿掉了 這一個它從這裡把毒已經拿走了 烘魚的種類很多 我查大概上百種 所以這個烘魚的全名是 食用烘魚 你一直叫食用烘魚啊 所以我們等一下打算 用最傳統的方式 來蒸它 我已經有準備好我們的配料 化破劑一定要的 還有我們的這個 蔥薑蒜 完美鋪料 化破劑請進去 尾巴用好 來 再把剩下的放上去 米酒去心 好 化破劑這樣子 對 來 蓋起來 打開烘魚 打開烘魚 浮煙的火車 浮煙的火車 我的烘魚 終於蒸好了 整整蒸了40分鐘 如果沒有熟 就當減肥 你看它的尾巴都燙得要命 一用就斷了 有沒有 怎樣 沒有啊 有沒有 隨便一用就斷了 已經五肉分離了 我先吃看看它的尾巴 你的尾巴耶 老闆說可以吃 老闆有吃過嗎 就沒有 老闆自己沒吃過 在那邊說可以吃 其實它就是 像豬尾巴的概念一樣 只有外面那一層 膠質 很好吃耶 這個膠原蛋白很豐富 我現在先吃它的身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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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是 欸 欸 好長喔 對啊 我吃它 好酷喔 我覺得是不夠鹹 可是基本上它的肉汁是很鮮 欸 吃起來其實 有點像雞肉 你看 好長喔 喔 它是像雞肉的感覺 沾一點醬汁 對 對 是不是很有嚼勁啊 還好 蠻嫩的 下面的肉還是不一樣 我來吃看看下面的肉 你自己看 不一樣 差不多啊 是不是有帶皮 它就是用這個地方在吸 啊 吸盤的地方 對啊 啊 吸盤的地方 那都是 超厲害 超熟吃 嗯 怎樣 就是這裡好吃 真的嗎 上面就是一般肉 下面好吃 現在把我們烘雲翻身 你們想看背面嗎 想 翻不夠 喔 三 喔 喔 喔 彎過來是不是 有 它的嘴巴就是這裡 嘴巴在這裡啊 剩最後這麼一點點烘雲 剛剛把很大塊 全部被吃完 它骨頭都可以吃 我吃骨頭可以看 吃骨頭真的假的啊 真的啊 骨頭可以吃嗎 嗯 它是脆的 你看我吃下去了 欸 真的欸 喉嚨見過 哈哈 厲害 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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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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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